今天咱们这故事的主人公叫做弗雷德 这个弗雷德他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 他是一名成功的商人 开了一家纺织品公司 凭借着自己的生意头脑赚了不少钱 可以说是年少有成 那么在他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呢 他也遇到了自己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女人 这个女人名字叫做多莉 她是一个既美丽又性感的女人 那两个人相识之后不久啊 弗雷德就败倒在了多莉的石榴裙下 俩人很快就结婚了 从那以后呢 这小夫妻俩就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弗雷德主外多莉主内 弗雷德在事业上费尽心思 挣了越来越多的钱 而多莉呢 做一名家庭主妇 也把家里打扫的是井井有条 这夫妻和睦 日子当然也就舒服 所以说生活虽然平淡 但是呢 也很和谐 让人非常羡慕 但是啊 这种幸福的和谐的生活 却并没有持续太久 因为在两个人结婚之后不久 在他们家里呢 渐渐的就开始发生一些很诡异 很奇怪的事情 这一切都开始于一个晚上 有一天深夜 弗雷德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和应酬 回到了家里 准备洗洗就睡了 可是就在他迷迷糊糊的躺下 正要睡着的时候呢 忽然间 听到楼顶 传来了一阵 很微弱的嘻嘻嘻嘻的响动 这声音一出啊 弗雷德一下子就被惊醒了 他赶紧坐起身来 仔细的听了一会儿 但这一仔细听呢 还发现什么都听不到了 这让他感到非常疑惑 想了半天 琢磨有可能啊 是太过劳累了 出现幻听了 也有可能呢 楼上没准有老鼠 所以呢 他也没有特别在意 就这样 他就又躺下 继续睡了 但是啊 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弗雷德渐渐的发现 当天晚上那并不是幻觉 他开始越来越多的听到 在楼顶传过来奇怪的响声 听着方向的这响声啊 好像是在阁楼的方向传来的 但是妻子多利每次都上楼去查看 却什么都没发现 不仅如此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的 更多的诡异的事情 更多的诡异的事情 开始接连发生 弗雷德发现了自己家里边的食物 好像总会莫名其妙的变少 起初呢 他以为可能自己记错了 但是仔细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啊 发现这些食物确实是在慢慢的变少 那不光是食物 甚至就连他自己的血痂 也总是时不时的会消失 明明说前一晚上还放在抽屉里呢 第二天再一找不见了 甚至后来啊 弗雷德还跟邻居说 说有一次自己在这个后院 修理那个小花园的时候 不经意间 看到在楼上阁楼的窗户里 浮现出了一张扭曲的人脸 扭曲的人脸莫名其妙的出现在窗户上 这把弗雷德吓坏了 毫无疑问啊 他觉得家里边这肯定是闹鬼了 所以后来呢 弗雷德还请了牧师来做驱魔仪式 但是呢 这情况并没有好转 所以无奈之下 弗雷德经受不住这些诡异的事情 最终他只能带着妻子离开了这个鬼地方 后来他们去了洛杉矶 在洛杉矶购置了一套新房子 但是可怕的是 虽然搬家了 但这些奇怪的诡异的事情 并没有随之结束 还是在不断的发生 时间来到1922年8月22号 这一天 弗雷德和多利在他们的新房子里 举办了一场派对 派对结束之后 已经到了深夜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从他们的房子里 突然传出了三声枪响 这砰砰砰的响声呢 在这种宁静的深夜 显得是尤为清晰 所以很快 他们的邻居感觉到不对劲了 就报了警 警察迅速赶到现场 推门进屋 发现现场非常凌乱 有明显的打斗的痕迹 弗雷德倒在了血泊之中 早就没了呼吸了 而在弗雷德身上 还有三个弹孔 这说明那三枪都是对他开的 在卧室里面 警方发现 有一扇窗户被打开了 这说明 罪犯在行凶之后 有可能是通过窗户 逃离了现场 除此之外 屋子里面其他的东西 看起来都是完好的 财务呢 基本也都在 唯独 弗雷德手上戴的一块钻石手表 不见了 应该是被凶手拿走了 至于说 弗雷德的妻子多利 多利倒没事 但是呢 警方进了他们家之后 发现多利 被人锁在了 他们卧室的大衣橱里 这个衣橱钥匙呢 被扔在了另外一个房间的地板上 另外在钥匙旁边 警方还发现了一把手枪 这把手枪经过检验 就是行凶的手枪 但遗憾的是手枪上 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所以当时警方就把这钥匙捡过来 把这个多利呢 从衣橱里面给救出来 好在多利没有受伤 只是受到了一些惊吓 那么后来根据多利的口供 说当晚在派对结束之后呢 当时他正在这个衣橱里边 整理衣服呢 但突然他听到 好像是有人闯进了自己的家里 那正当他准备去看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这衣橱的门突然就被人关上 多利根本就来不及看清对方的脸 他就被关进了衣橱 并锁了起来 那再之后呢 他就在这个衣橱里面 听到了三声枪响 那么也因此非常遗憾 多利无法提供有关这个罪犯的 体貌特征的信息 那么另一方面 除了多利 警方通过对弗雷德的邻居的调查 邻居们表示呢 说当天晚上在这个派对结束之后 他们好像听到 这个弗雷德和多利夫妻俩 发生了一场争吵 声音还挺大的 应该是吵得比较激烈 但是即便如此呢 这多利当时确实是被关在了这个衣橱里面 那这一点警方是完全可以证明的 所以多利他肯定是不可能说 自己把自己关进去 所以多利的嫌疑虽然有 但是呢 因为他的情况很特殊 同时呢 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 他是凶手 所以说警方一时间呢 也非常的头疼 这又是闹鬼 又是被枪杀 毫无疑问 这起案子呀 他并不简单 后来呢 事实证明 也的确如此 这起案子在几年之后 才被警方破获 而当这起案子被警方破获之后呢 大伙也才发现 这起案子的剧情 那是如此的曲折 让所有人都难以置信 怎么回事 我们把时间倒推回1912年 也就是案发的十年之前 那个时候 弗雷德和多利刚刚结婚没多久 他们还没有搬到洛杉矶 还住在他们的那第一栋房子里面 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 其实弗雷德和多利的感情 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劣迹 因为弗雷德总是忙于工作嘛 他没空回家 各种应酬接连不断 经常在酒吧呀 饭店和歌舞厅和出没 所以说很忙 甚至有时候一连好几天都没空回来 那么在那个状态下 他的这个家 反而好像就变成了一个 类似旅馆的地方 毕竟天天不回来嘛 那么对于丈夫的忙碌呢 多利作为妻子一开始 其实他还是比较理解 他知道弗雷德一个人撑起这么一个家 在外面赚钱很不容易 但是呢 话还得说回来 多利作为一名家庭主妇 整天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每天晚上都是自己一个人独守空房 那时间长了肯定也受不了 最起初啊 他也想过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化解这些寂寞 比如说用金钱来满足自己 给自己买奢侈品 买很多名贵的衣服等等 那这种做法呢 那或许能让多利的物质生活变得更丰富 但是丈夫整晚不在家呀 他自己内心的空虚又该如何弥补呢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另一位主人公就出现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奥托 这个奥托的出现 彻底改变了他们三个人的命运 说在1913年的一天 弗雷德在家里面举办了一场聚会 这个聚会呢 邀请了很多人 有他的好朋友 还有他的工厂里的一些员工 那么在这其中呢 有一个年轻小伙子 他就是奥托 刚刚17岁 是个孤儿 在他的工厂里面打工 那弗雷德的妻子多利啊 当时一眼就注意到了这个奥托 那奥托 戴着一副圆框眼镜 低着头 给人感觉呢 很温柔 另外感觉有点害羞 这个长相 这个状态让人保护欲倍增 所以当时多利就过停的聊天 那么通过聊天呢 多利就了解到 这个奥托呢 现在在弗雷德的工厂里面 负责维修缝纫机 并且的技术很不错 平时厂里面遇到比较大的问题 都会找他来修 除了工作呢 这个孩子平时也没有什么爱好 情感生活也是一片空白 等等等等吧 说了很多 总而言之呢 俩人是越聊越火热 那多利呢 通过这番聊天 也越来越喜欢这个小鲜肉了 那聚会结束以后 多利就对这个奥托呢 是念念不忘 他就光想再见见这个小孩 再跟他聊聊 怎么办呢 于是这多利啊 心生一计 他就跟丈夫弗雷德说 说家里缝纫机坏了 你去找个人来修吧 而奥托呢 他作为工厂里面维修技术最好的 那弗雷德又是老板 他当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让奥托来修了 于是呢 他就安排奥托去家里修缝纫机 那么后面的故事 大伙肯定也就能猜到 当奥托拿着大包小包的维修工具 来到弗雷德家里之后 出现在他眼前的 却是身穿吊带丝袜 披着薄纱睡衣的多利 这正值青春年少的奥托 哪受得了这个呀 所以那天下午 奥托不仅帮多利修好了那台缝纫机 还帮多利修好了长久以来 他身体里的那股强烈的欲望 所以从那天开始 这两个人在一起 他们开始了疯狂的约会 一开始呢 俩人都是偷偷的在外面酒店里边约会 但后来慢慢的感觉这样太麻烦 每次还得出来 那多利就想 正好弗雷德啊经常不在家 于是呢 他干脆就把奥托叫到家里来了 那俩人天天在家里翻云覆雨 等弗雷德回来之前呢 再赶紧让奥托离开 所以说 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啊 多利可以说是过得非常充实 奥托能给他带来身体上的巨大的愉悦和满足 也能弥补他心灵上的空虚 但是呢 说实话 在这种事情上 咱们男人也不是傻子呀 多利的这个春风满面的状态 终归是引起了弗雷德的注意 再加上邻居之间 总是时不时的会传一些风言风语 那弗雷德呢 也琢磨着 说妻子多利 会不会是有了外遇呢 于是有一天 弗雷德就去质问多利 说你是不是有外遇了 但多利肯定不能承认啊 他就辩解说 肯定是那帮邻居跟他造谣的 但即便如此啊 弗雷德还是不放心 于是呢 他就暗地里 雇了一名私家侦探 暗中调查妻子多利的行踪 看看他白天平时外出都去哪 有没有跟其他的男人见面 可是查了一段时间之后啊 这侦探没有查到任何的蛛丝马迹 这是为什么呢 这倒不是因为说这个私家侦探 他不够聪明 而是因为多利啊 他早就意识到丈夫弗雷德有可能会发现端倪 于是呢 在弗雷德采取行动的前一段时间 多利他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什么决定呢 他让奥托辞掉了工厂的工作 然后让他直接住进了自己的家里 这奥托都住在他家了 这私家侦探自然也就无法查到其他的可疑之处 但是话还得说回来 多利让奥托住在了哪呢 难不成还给他分了一间卧室不成 很显然 俩人还没傻到这个地步 其实多利早就计划好了 他们家的房子 最顶层有一个小阁楼 这个小阁楼呢 其实上去还不太方便 他只能通过天花板上的一个小型的活动板门才能进入 可以说这地方非常的隐蔽 于是呢 多利就决定 就让奥托住在这个小阁楼里 而且这个小阁楼啊 他恰恰是位于弗雷德还有多利的卧室的正上方 多利也认为说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所以说呢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弗雷德总会在家里面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 比如说 他总会听到在楼顶传来奇怪的声音 比如家里的食物总会不明所以的消失 再比如他的血痂 有时候也会莫名其妙的减少 这些呢 其实都是奥托不小心留下的痕迹 包括后来弗雷德看到的 阁楼的窗户里的那个扭曲的人脸 同样也是奥托 其实多利之所以让奥托藏在自家的阁楼上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弗雷德啊 他自从住进这栋房子 就从来没有去过阁楼半步 也不会把一些杂物什么的放到这阁楼里 也因此呢 他从来都没有考虑过 说这阁楼里面能出什么问题 而对于奥托来讲 搬进这栋房子 他肯定也是愿意的呀 一来 他可以更方便的跟多利偷情了 二来呢 还能有一个免费吃住的地方 何乐而不为啊 那搬到这阁楼之后啊 起初 哎 奥托就只是铺了这么一个小床单 然后呢 可能有一个小灯 凑合着就睡着 后来呢 多利心疼的 给他买了很多东西 买了一张舒适的床垫子 又买了油灯 小写字台 还有纸张 书 等等等等 因为奥托曾经告诉多利 说自己有一个梦想 当一个伟大的作家 写很多有趣的书和文章 所以自此呢 奥托就在这儿 开始了他的新的生活 而此时的弗雷德啊 他依然是蒙在鼓里的 他根本就不知道 在自己家里 竟然还住着第三个人 而且这个人 还是自己曾经的员工 所以从那以后 白天 弗雷德外出工作之后啊 奥托就会从这小哥楼里出来 替多利打扫卫生 做家务 然后呢 到了饭点 俩人还一起做饭 吃饱喝足之后 俩人就在多利和弗雷德的大床上 翻云覆雨 那显然 奥托呢 也很懂得享受 他知道事后一支烟的舒爽 所以呢 在事后 他也会时不时的 拿一支弗雷德的雪茄 来过过瘾 也因此呢 弗雷德总会觉得 自己这雪茄变少了 而到了晚上 奥托就会赶在弗雷德回家之前 回到阁楼里 开始他的创作 他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写各种各样的文章 写着写着呢 奥托就开启了自己的第二份职业 也就是写作 在晚上 他奋笔集书 每天都写一些短篇的小文章 小说小故事 而多利呢 在白天 会用化名的形式 把这些小说 送到当地的一些杂志上发表 以此来换取一些报酬 那么靠着这些报酬 奥托也得以购置更多的书籍 更好的在阁楼里生活 就这样 奥托在弗雷德家的阁楼里 生活了足足五年的时间 这五年的时间里 奥托没有踏足过外面的世界半步 那么说到这儿 相信多利和奥托的故事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目瞪口呆了 但这故事到这儿 其实才刚刚开始 奥托的存在 让弗雷德误以为是房屋闹鬼 每天提心吊胆 甚至后来还请牧师来驱魔 那么之后 这三个人又发生了什么呢 后来他们搬家了 搬家之后 这个多利又该如何去隐藏奥托呢 那弗雷德到底是被谁所杀呢 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说的是 这个多利啊 其实是一个很风流的女人 她的情感路线到这儿 其实也才刚刚开始